好,歡迎回到第二節 好 我個人認為有幾樣改善了 我自己歸類會有十樣改善 十樣改善包括甚麼呢? 第一個就是操作自動化 最大看到的是人員的改變 原本是大約五、六千人 現在是4,700人就完成了 官方說法大約少了七、八人 變成節省就節省,50年就節省40億 裡面有很多空間 對,很多東西都自動化了 有個好處就是出錯機會較小 有時人出錯機會較大 有時人會做一些很蠢的錯誤 在這些不應該的地方吃煙 這些都試過被人罰 以前喬哲華盛頓土 我印象中男爪被人解僱 因為其中一個水手都吃煙 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搞到武器庫差點爆炸 這件事很嚴重 搞到男爪庫、男爪一次過解僱 所以你們都不會開玩笑 這個操作自動化對美軍都是好事 另外一個就是飛行甲板大了 第一,它本身的尺寸大了一點 第二,因為藍導退後 所有東西的安排合理 取消了升降機 取消了升降機之後 其實它可以擺放隔直升機 即一個位置可以擺放隔直升機 變成整件事再做得更好一點 飛行甲板大了,據說它們好像擺放八架大黃蜂 我數據沒有記錯,就是八架 就擺放八架,也挺厲害的 另外,電磁彈射效率固然增高 因為本身你預約120至160架 如果我們說是厘米之級 不用吵氣 對,因為當時你要用蒸氣 即煲即射 但現在的情況是 無論你何時也有電容量儲存 就無所謂 電磁彈是好 另外,因為它不需要回氣的問題 所以它就快很多 你預約160至220架車一天 驚起上來,它都說是300架 這個就比較趨 另外,有一個飛機回收系統 就是我們經常說爛左索 爛左索,因為現在不用液壓 液壓的東西是很機械式的 很機械式的 現在用電腦控制,有一個叫水轉 它會有一個轉轉轉轉 有些水做減壓 其實聽完都不太好 要試試看出動畫 不要看Hawcasa 不要看,讓你講 Hawcasa是男主角很喜歡有一個蛙艇機 是 那輪圓機前面減壓力的 是 是 是 那裏面有一個寬 寬水 噢,可能是用這個科技 應該是類似的 第五個 就有一個融合雷達系統 剛才說了 其實這個藍島 比以前好很多 因為以前你未見很多條天線叉出來 還有,它以前的雷達轉轉 Durant 360度轉轉轉轉轉轉轉달� 結果每 ele肢數一圈又可以更換一次 對 理論上如果有有東西靠近 要數兩三圈又才能夠暄處 問題是數一圈 我去教你 例如數一圈要用5秒 其實一定可以因為很大減acco 待你size 你要差不多 i significantly 20分至半分鐘才能傳baren 那樣東西要壓音速無所謂,為了超音速怎麼辦 比較偽 所以現在融合了雷達 基本上艦道乾淨了很多 S 段、X 段及C 段都做到 以為這些神同級驅逐艦那樣的做法 對,我想說,以前的尼米之級的雷達較差 很差,雷達為何差呢 它相信旁邊那些,旁邊的優勢強很多 即是那些神頓級 所以它們的雷達很差,雷米之級 是比001A差,比遼寧號差 是嗎? 反而遼寧號的雷達是很強的 將來會升級到嗎? 現在升級到,我想起碼都拍得到001A 雷米之會否再升級? 雷米之看沒有錢 OK 只是看錢而已 另外,暫時好像沒有計劃 可能將來,因為這架福特是取代以前的旗幅 但退了翼了,變成11號 接下來,下一架叫做Kennedy 金賴迪號 金賴迪號會取代哪一架呢? 利米之 所以利米之要說再見 很快就要輸了 我想還未輸了 未輸了 美軍時會再決定怎樣 另外,有一個龐大電力供應 基本上它的電力供應是以前的3倍 2.5倍至3倍 所以你想到它所有的東西都好了 這個龐大電力供應跟第10個項目 生活環境角色很有關係 稍後說 第七個是先著武器系統 先著武器系統 我們歸納除了海麻雀 除了公陽導彈之外 原來它接下來可以裝一些很新的武器 Alex,你經常說星戰那些 砰招砰招 對呀,即是那些雷射武器 對呀 即是接下來它可能可以裝雷射武器 對呀 很厲害,如果裝雷射武器 東風導彈便會走開了 對呀,星有大戰 基本上你的東風導彈射下來 對呀,只要瞄到你就可以射到你 對呀,電筒只要照你的就不熟了 太陽能電筒,一定要有太陽才行 很厲害呀,功率也很強 因為它本身用龐大電力供應 令它的電力供應應該解決了一個問題 這個變得很厲害 現在美國陸軍有用這個 有一輛車的 即是有一輛車載著雷射武器到處射 即是CNC CNC那輛雷射坦克的 很過癮的 對呀,基本上它現在正在試射無人機 對呀 對呀,是否準確 它準確的 很準確 亦都能射到 其實很準確的,只要看見射到就可以了 距離 光速的嘛 距離多遠呢 如果無人機,我想起碼有1000尺 起碼有1000尺 因為你太近會試 太近會回應不及 它就要瞄性 很棒的 這個應該還未裝著的 有這個空間 另一個可以裝的就是 那個叫做 雷射武器 那個電磁軌道炮 電磁軌道炮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第二集 有個機轄人在金字塔爬的時候 被美軍 一個神統驅著艦 一炮就打下來 那個就是電磁炮 這個電磁軌道炮 據說是裝在豬武 我常讀不到那個 豬武特級 外星戰艦的感覺 DDG-1000 那不是我們取代自動火炮嗎 一來取代 而且它說這個很棒 因為這個可以射超過300公里 但其實是炮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你預計它 那支炮只有50克 而且沒有火藥 後面可以裝GPS 對 很厲害 所以突然射得很準 即是後面可以再加一隻翼內向 可以遙控導向 對呀 可以GPS 很厲害 即是沒有火箭推動力的導彈 對 非常強 射超過300公里 美軍說射超過100呎 很謙虛 但大家都相信它超過300公里 真是很厲害 所以這個先祭母系統 如果又裝上航空母艦 將來也不需要導彈 一架過 很厲害 還有GPS 可以控制 很厲害 不需要防空母艦 都要的 都要的 因為人們不會放開 第五代艦載機都可以放上去 我們經常說F-35C 即是人形戰機 這個很棒 如果這艦載機上航空艦 即加設問題就完成 C和B有沒有混合都會放上去 我想B應該主要放在兩隻攻擊艦 留下來 即是全部放在C 還有B其實做不及 很多國家都要B 日本也要B 英國也要B 很多地方都要B 日本已經拿了A F-35A 日本現在是自己做的 即是自己在裏面生產 是嗎 是呀 多些資料當然是美國 但有些都是在日本生產的 看看日本人生產的F-35A 有否可能比美國的F-35A 因為電子裝備可能都不錯 A嗎 所以我買了A 先試試A 他先安裝A 因為是陸機用的 我想它很政治的問題 究竟可否擺上直升機航母 因為大陸實在吵軍 說它是甚麼變相 軍閣主義復僻 麻煩了 而且近來民望低迷 誰說 安裝A 應該是不搏 第五代艦載機 到時強勢上艦 F-18不會完全被取代 聽說它四個中隊入面 兩個中隊會裝備 超級大黃蜂 兩個就裝備F-35C 老實說 由美意動F-18始終最穩固 超級大黃蜂 維護成本低 剛才提及了 因為電腦的東西會變得更好 核燃料棒又可以不用那麼快換 成本都會變得更低 以及理論上系統 例如剛才提及的電池彈射 因為電池彈射是用電的 所以很多東西在維修上 應該會穩固 例如你用的蒸氣 起碼不用擔心生瘦 所以維護成本應該大一點 不過稍後說不是的 其實也很麻煩 還有生活概念改善 這個比較有趣 原來它們的臨浴間 即是洗澡的地方 原來它們經常都會沒有水 或者有時不知道有誰人在排隊洗澡 經常都要撞進去看 現在聽說不用 現在有電子化 知道是否有免費 很棒 原來它們說以前只有一個健身房間 現在有三個 是嗎 即是環境更好 其實它們很棒的 24小時的水、熱水都有 其實很棒的 比大陸的好多了 可能變成要做美軍 好,下一架就輕輕說說算了 很多大家都可以看了 其中一個 就是新的核動力 電量會比以前高 另一個就是燃油控制 燃油控制會比以前更好 因為再全面電子化 舉例,譬如有時油有雜質 油雜質基本上可以將它過濾時的系統做得更強 即是飛機油 所以飛機的效能就較高 雜質較少 另外,你看到中間的電池彈射 好厲害,3秒有150MW 好厲害,150MW 變成電量是非常充足的 即是去做個推動 另外就是藍導 藍導本身的空間小了 縮後了 還有放了一個X段和S段綜合 還有它這個是主動式的掃描雷達 剛才我們說的,它不會再轉轉轉那隻 主動式雷達 即是裝四片那些 聽說它現在不是四片,而是六片 好厲害,現在看的角度很闊 另外就是AAS A-AG 難左鎖用電腦軟件控制 用水轉子去做 最後就是升降機 減了架,但其他武器就近了彈射 好了 這個想告訴大家,就是接下來的第二架 叫做Kennedy 我們中文叫金奶迪號 理論上,如果你越做得多就越便宜了 所以造價聽說會便宜一點 現在是12.9 billion,即是129億 到時大概是115億 即是會減少一點 其實福特號大概是5億多 我沒記錯 5點多的billion,不好意思 5點多的billion,即是50幾億 其實也很厲害,漲到129億 接下來的Kennedy應該會再少一點 即是做第二架 即是會少一點 這個其實剛才也有說到 大家有興趣再慢慢看 主要就是人員少了很多 人員少了很多,方便他們的薪酬減低 人員扭機便少了 這些便會更好 這裡總結說,例如Sturdy 是硬朗了 即是說船上的金屬會更好 另外Roomy,即是每個人相應的空間大了 因為人少了 另外 Stealthy,即是說它更加隱形 更加隱形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塗到隱形塗料 有塗到的 有些物料都是用一些我們叫做綜合物 可能是碳纖維也性,不一定是用金屬 而且他們的裝甲很厲害 裝甲叫Calvert 那隻裝甲重量是降的,五分一 但它的硬度是五倍的 是很厲害的 即是做頭盔那隻? 輕你五倍,勁你五倍 是呀,做頭盔那隻 做頭盔,做防彈也是 避彈衣也是 都是那樣東西 這個物料都很厲害 但那樣東西是要塗一層東西進去 對呀,否則是防止外光 沒錯,太陽曬是會掉的 所以一定要塗一層東西 所以沒有發覺船一定要塗防守出的 一定要塗,因為它會拿東西 現在美軍塗,不就全都是布遮蓋 對呀,好過了 對呀,很棒的 一定要這樣做 更加強力,因為核動力的情況 還有更快的船 就好像流線了 好少許的設計 好少許的 好少許的設計 我想當下問,它不是有三個升降機嗎 每個升降機是否有獨立的閘門 即是升降機後會關掉閘門 會的,否則入水時就麻煩了 即是可以防水嗎 防水,即每次升空間會有東西閘著 這就是船體本身的要求 防水很重要 好,下一張其實就是一個透視圖 主要是講到船的防衛 你看到船頭 也有一個ESSM 這就是改善了海馬雀四倍音速 去攔截入侵的導彈 我們上期不是講到這個 四倍音速嗎 四倍音速 我們上期不是講到這個英擊-12 英擊-12理論上雖然不能進入防空範圍 不過當你進來,它四倍都應該攔截你的 三倍對三倍 最重要是雷達探測度 另外,你看到升降機的位置上會接近彈射 另外,你會留意到 南島,你會看到上層建築是乾淨了很多 少了升降機 下一張就看看整個南載的配置 你看到南載機基本上 現在的免價是42架左右 比以前多 你預計以前,我記錯是36架 即免都放了42架? 對呀,因為放了很多架 其實這裡也放不盡 再放盡一點,可能放到50多 相當強勁 降落那邊很紋 會不會的,其實它已經算了 那個位置大概你預計 你預計,那邊還未放了七架機 理論上,攔阻索拉停時 都未撞到第一架機 所以放心,它已經算過了 應該不會中的 中一定會大件事 應該拉不到它,是復飛的 復飛,但應該不會中的 因為它是直線去的 它計算角度應該做不到的 另外,這個就是Close-up Close-up 給大家看,攔到不同的角度 你看到英俊了 真的少很多架桿 你看到不會再轉的 不轉的好處是比較滴中 你教好像ALC螢幕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雷達? 對呀,是雷達來的 我想你會收銀機 我覺得它好像蚊貼 下一個也是講過纜導的 不詳細講了 這個大家再看 纜導的左邊和右邊看看 三個拍的 很棒,它有一點點向上的 其實這個是有助於力宗的 OK 下一個就講給大家聽 基本上整個艦的電力供應 電力供應比以前穩陣、多、可靠 維修又會少些 冷氣的地方會多很多 系統會大量簡化 以及每一個區隔又會更好 電池彈射和蒸氣彈射的情況 這些都主要講述這艦艦的進步的地方 好,下一張都詳細講一點 這個就講述Flydeck 飛人甲板的配置 第一的情況 它就講述整個甲板 多了8000平方呎 其實這個可以放多8架的超級大滑風 第二個點就是藍道那裏 藍道小了 高了20呎 140呎 比平時退後140呎 變成雷達雙雷達 即是用S段和X段 會再探遠一點、高一點 因為現在高了 高了就探遠了很多 一個比較高的問題 第三點就是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基本上現在可以最高 去到220架次一天 相當強 第四點就是現在多了 現在是三架升降機,沒有了一個 沒有了一個就是藍橋後面那個 第五個就是它的油 即是多了5點就可以拿入油 就方便了 第六個 基本上就是多了三個武器升降機 你發覺很有趣 武器升降機的位置都近了彈射的地方 又是方便reload,現在方便很多 接著我們就要講到電池彈射的情況 好,再下一張圖 就講它這個系統的好處 好處就是應用的力 Apply force,力的應用會變好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電池彈射 其實它最用力的那一刻是第一下 第一下的力是最強的 之後就慢慢會衰退 變成第一次撞機,其實對機的損耗很大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是線性的Linear 就是說它會慢慢去 對機的損耗又會差很多 防禍很多 這樣是尼米茲級起飛 和福樂級起飛的感覺都很不同 機師應該不會再那麼撞 不會頭貼,背部貼到貼得那麼厲害 這個很棒 這個穩陣程度和維修程度都改善了 因為你不再有mechanic 這個損耗程度不同了 變成少了人力 少了人力就不用那麼多人 變成這個好處都相當明顯 好,下一個就講 其實那些用電有多厲害呢 其實它用電基本上每45秒就可以彈一架機 聽起來45秒就好像很久 但是45秒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它有四個 每45秒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是你射完到你45 其實你是等旁邊的升降 你才再彈一次 所以可能每次都是很少的 即是你彈完45秒下一架再彈 即是十多秒 很少 對呀,計算是很少的 其實是很快的 變成每45秒都相當強 整齊要等多久 以前其實你都要等差不多一分鐘 但理論上它號稱是可以20秒 號稱就是號稱 每三秒彈一次 基本上大家自己慢慢計算 究竟它的情況是怎樣 好,再下一張就講回那個里程碑 究竟這個電池彈射的時間表 大家又可以詳細看 這個大家喜歡彈一下 下一幅圖就講這個力學 如果大家讀中學時就學過了 這個叫Flaming's Left Hand Rule Flaming's Right Hand Rule 非林明左手右手定律 如果大家還記得 手指 要拇指和中指擺在三個方向 它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你看到有些線圈 那些線圈 就主要 你看到線圈 然後就會有一個magnetic field 有一個magnetic field 轉的時候 力自然就會向自衝 這個大家如果不熟 溫回科學書就會齊 好 就講完這張 這張主要講回應用 首先你看到 有一個Control Consoles 就是一個終端系統 中間有一個Power Conversion 就是一個電力轉換系統 這個電力轉換主要就是 幫第一個終端電腦控制 第二個就是電池彈射軌道 你看到電池彈射軌道上 有一個發動機 貼著滑梳 基本上電池的力一發 就會出去 好 我們第二節來到這裡 先 好